2020年南韓爆發 恩浩房事件 70多位女性被誘騙拍攝 不雅影像 主嫌央焉要把畫面攻諸於是 脅迫被害 類似手法也在台灣發生 警方在嫌犯家中 查扣電腦主機一部 兩支手機 以及一顆外接式硬碟 裡面共有一TB的犯罪影片 40歲的張姓嫌犯 是一名廣告剪接師 2017年開始 在臉書上盜用假照片 冒充成女經紀人 降低對方戒心 甚至還變了聲音 未裝成女性 之後再以視訊面試為由 誘騙被害人脫衣 側錄私密影片 再利用這些影像 恐嚇被害人 如果不繼續提供私密畫面 就要把畫面外流 受害者年齡 從10歲到70歲都有 估計至少100人受騙 目前經過偵查 尚未發現有影片外流的情況 傷性嫌犯在桃園出落網 已經被羈押 警方同時公布 賴匿名群組的報案QR Code 強調如果被害人不方便露面 也能先以賴和警方聯絡 可是如果用 所謂的金錢利用的時候 也要思考到 這個對價關係是什麼 這個工作有沒有 沒有有背後的一些因素 我們會建議事實上告訴家人 否則對方用這個恐嚇威脅 可能會傳出更多私密罩 相信男子公稱 因為看過韓國的N號房事件 紀錄片 怕自己落得下場一樣 任何網址都不會點 躲避警方追查 不過最後在和被害人的配合下 嫌犯最後還是栽在警方手上 近新聞黃一軒孫民 方宇嘉維採訪報導